在今天的世界上 具备太空侦查载人航天的国家 仅有中国 美国和俄罗斯 具备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国家 依然仅有中美俄 具有中段反弹道导弹能力的国家 仅有中美 而具备使用中远程弹道导弹 打击海上大型活动目标的 只有中国 为什么唯独中国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用蔑视导弹打击大型水面舰船呢 大家好 我是袁在 这是一张已经被传的 有些包疆了的老图 货轮 陆军火炮 本来巴干子打不着的两样东西 却浑然一体 当年危急之下 为了使装甲机械化部队 由内陆走向海洋 除了火炮上舰船 我们还曾在装甲车上安装浮箱 使车体在风浪中能稍稍抬起 还在车体后部安装了小型螺旋桨 以便稍微能提高车辆 在大海中的移动速度 一个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 96年的台海危机 我们原本攥紧了拳头准备出击 给分裂的历史划上句号 可美军发动了自越南战争以来 最大规模的武力展示 派遣了包括独立号 尼米兹号两艘航母 在内的多艘军舰穿过台湾海峡 最终我们的行动 被活活地逼成了一次演习 除了因为技术代差严重 而面对美国航母的无能为例外 在那场危机中 解放军的一枚导弹 也意外地失去了联系 由此 中国决心打造 可以学耻的区域拒止能力 以及摆脱与美国有关的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这两项都直指中国航天 可96偏偏是最艰难的一年 就在解放军台海演习的五个月前 1996年2月15日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当时我国研发出的推力最强火箭 长征三号椅 升空后三秒 舰体姿态倾斜 22秒后 撞向了1800米外的山坡爆炸 兴建巨坟 毁伤民房80余间 爆炸的地点正好在航天 工程技术人员的宿舍附近 强烈的冲击波 以及剧毒的燃料挥发 造成6死57伤 由于居民疏散及时 伤亡者大多为工程技术人员 当时的发射实况 由中央电视台全球直播 火箭爆炸后控制中心断电 现场信号中断 事故后 北京晚报曾以小篇幅描述过此事 这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的至暗时刻 是长征火箭发射最严重的一次意外 也是世界第五大航天事故 由此 中国航天对外发射服务彻底陷入低谷 此后的央视也决定 除了重大航天发射任务 不再进行卫星发射的直播 一系列发射计划 以及签订好的各种合同 全部取消 在之后的整整十年中 中国再也没有进行任何国际商业发射 甚至国际保险公司 都不愿意继续为中国火箭来承报 这对我国航天事业打击极大 总是龙乐豪院时 在一夜间更是急白了头 这次事故 后来收录在了纪录片《汉天记》里 有完整始末 大家有空可以了解一下 和今天中国航天留给大众的印象 一直是可靠与稳健不同 在那些年里 航天人是在用生命拉近和欧美的差距 在90年代 我国的一些地方曾有过 航天系统打澳星的功臣奖金 不如奥运冠军的争论 因此还流行过一阵 为航天人捐款的风气 时任中航集团总经理的刘继源 就收到过这样的汇款单 群众在上面写道 听说航天事业发展缺少钱 我系上500元 这在当时可不是比小数目 对航天事业的鼓励 却只有象征意义 但来自人民的支持 就是最大的暖意 航天人拿下了宇航型号发射13连胜 长征3号甲 长征3号以运载火箭 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即便是身处在大的逆境里 我们什么办法都想过 可就是没有想过要屈服 从土豪百一探月小快地 到珠海航展白地空天战机 中国航天到底发展到了怎样 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刚过去不久的珠海航展上 有这样的数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100多项高精尖航天科技展品集中亮相 200多个参展项目井喷式布局 中国航天无疑是本次航展上 最令人大开眼界的主角之一 以前都是摸着鹰匠过河 这些年兔子似乎开始给鹰匠画饼了 这个现象其实从上届航展就已经开始 中航工业上一回拿出的 是有航天母舰支撑的 大型空天战略载机平台 卵鸟2号 不仅样子看着怪异 数据更是恐怖 前后长度242米 一展宽度682米 最大升空载重12万吨 这个东西大伙都知道科幻 但关键是 中国航厅似乎是一本正经的 在给你做介绍 按照中国军工人预言一代 部署一代 公布一代的惯用战户流程 这东西万一中国真的有了 也不会有人太意外 南天门计划谁知道是个科幻IP 还是确有其事 而这届航展上的科幻含量 可就明显大多了 中国军工似乎抛弃了以往 内敛低调的形式风格 再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 当南天门计划 还没被完全吃透的时候 摆地工程又出现了 其实在航展开始之前 就有人在展馆外拍到了一架 外貌奇特的机身结构 后来才知道 这东西叫白地空战系统 是为了在近未来应对来自假想敌 先于侦察机的威胁 而研制的先进作战平台 采用了全频段隐身 有人无人自由切换 无人机指挥和自适应发动机等先进技术 你说这东西落后吧 它有着科幻逆天的纸面数据 可你说它先进吧 是卡车司机给运来的 自从中国去了汤月球背面 科技术就似乎越来越离谱 南天门计划 如果信就上当了 如果不信 那我可就要量产了 科幻成为现实 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并没有那么难 就在不久前 央视军事频道在一档节目中 本着过于落后可以展示的原则 曝光了一段令无数军迷热血奔章的画面 一架双座版本的G20和三架 攻击11型隐身无人机 组成了幽灵攻击编队 根据节目中对此场景的描述 双座版的第五代战机 坐在后排的同志 负责无人机的操控及指令发送 有了无人机小弟的加持后 黑丝带的身份 也升级成为了无人机母机 从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 到建成空间站 甚至用了不到20年 这真的是一个挺吓人的速度 对于未来 你不妨大胆地想 到最后都能成为现实 这就是中国航天 中国航天这20年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科幻和魔幻 我们真的很幸运 赶上了人类最好的航天时代 而作为中国人 我们又正在见证中国航天 最波澜壮阔的一幕 还记得杨立伟吗 那个19年前 踏入太空的第一位中国人 飞船升空后 监视器上的航天员一动不动 大家都希望他能挥挥手就好了 因为这样才能确认他还活着 当时他还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那种感觉 杨立伟回忆 就像是不打麻药的蓝尾炎手术 医生将你的五脏六腑来回翻动 很快 信号扰动过后 有人发现杨立伟的眼睛眨了一下 指着屏幕说他还活着 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2022年4月16日 神舟13号返回 此时的杨立伟成为了 央视专题直播间的特邀嘉宾 整个过程里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非常羡慕他们 在将近20年的跨度里 中国航天的发展 就像是脚下踩着弹簧一样向上窜 2021年 中国航天全年发射次数为55次 平均每周都有一枚火箭上天 这个频率稳居世界头把交易 2022年 中航集团计划中的发射任务 也有40多次 而在这期间 长征系列火箭的发射总数超过了400次 且不说拥有这样发射能力的国家 那恐怖如斯的军事潜力 就是民生层面 也达到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高度 以气象为例 风云卫星探测器结合云图 可以实现每10分钟就更新一次 高分卫星与其他观测手段结合 可以全天候全天时 全球覆盖的对地观测 由此带来的海洋 农业林业 水利价值不可估量 1956年 在核威慑背景下 钱学森起草建立 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一件书 开启了航天事业的大幕 1970年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2022年 中国天空空间站 已完成三舱梯子基本构型 载轨组装 这个过程 中国人做得坚毅而浪漫 人类自上个世纪以来的航天史 基本上就是一部美苏争霸史 苏联解体后 美国一家几乎成了 人类深空探索的独家代言 可是不久后 中国航天就开始全面发力 就连美国人拍的火星救援里 拯救男主的不是NASA 而是中国飞船大力神 而最近这20年 中国航天的嘶吼声越来越大 和华夏大地上的古人遥相呼应 神舟 天问 嫦娥 莫子 悟空 一开始我还能准确地叫出 每位中国航天员的姓名 守在电视前认真地观看 每一次火箭发射的直播画面 可是很抱歉 现在如果不是身边的朋友特别提醒 我都忘了 在太空里还有几个出远差的中国航天员